唐三到底有多强,建议收藏,不然刷完你就找不到了 说起唐三到底有多强,这恐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这一刻大家有没有觉得三哥的逼格瞬间被拉满,言归正传 进入主题,唐三作为巴蜀唐门最出色的外门弟子 被门主誉为能够振兴唐门的哲世天才 但奈何跳崖明智来到斗罗大陆 从此开启外挂般的人生,六岁觉醒双生武魂 成为斗罗有史以来第三个双生武魂拥有者 天才中的天才,比教皇比比东更强一筹,天赋实力强大的同时 气人的是,他背景之大,唐人无法想象 父亲唐浩是当年大陆最年轻封号斗罗,堪称斗罗战神 母亲阿盈是十万年魂兽蓝银黄,底下子民无数 曾祖唐晨最强半神,一己之力把浩天宗带到大陆第一位置 爱人小五同样是十万年魂兽,并且有着两大森林帝王当跟班小弟 实力强大,背景逆天的同时,最气人的是 唐三运气也是好的令人发指 魂帝级别就拥有封号斗罗都眼红不已的十万年魂环 拥有恐怖的七块魂兽,本来是八块 为了爱人小五的献祭剥离了一块,同样是神位的传人 他却能得到亲儿子般的呵护,海神一路给他保驾护航 海神九考各种放手,各种灵威救场 简直是把唐三捧在手心里 比比东表示羡慕不已,超强天赋 得了两大神奇为了他,撕破脸面争强 最终成为斗罗绝无仅有的双神位神王 就问这样的三顿,强不强?